第五 婚姻里这三种女人注定不幸福 希望不是你 幸福如人饮水冷暖之之 在婚姻中 每个女人都渴望遇到 那个对自己知冷知热 关怀被知的男人 可现实生活中的美好 婚姻都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创造的 而不是光靠一个人的辛苦付出换来的 身边有很多女人 闲着没事 就开始抱怨自己绝望的婚姻 她们把婚姻的不幸福 都归结到老公没本事 婆婆不好相处 孩子不听话等问题上 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其实真正的幸福感只有自己能给 如果在婚姻中过得不幸福 就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三种表现吧 一 太懂四 老公天天不着家 家里事情一概不管 你说男人不都这样吗 他在外挣钱 我自己顾家也可以 于是你忍了 老公在外沾花惹草 对你越来越敷衍 你说男人都好舍 只要他不和我离婚 我就原谅了他 于是你忍了 婆婆强势霸道 整天在你和老公之间挑拨利剑 处处找你麻烦 你说他是长辈 我应该让着他 于是你又忍了 你处处委屈自己 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换来的却是一家人的嫌弃和不珍惜 你的懂事和体贴 被男人当成理所当然 你的委屈求全 换不来男人的回心转意 他只会更加变本加厉地伤害你 女人不但要学会懂事 更要学会自私 你连自己都不爱 还指望谁去爱你呢 2.心态软 心软是女人的通病 心软的女人 无论是和同事的相处 还是朋友之间的相处 都会受尽委屈 你选择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 可别人并不灵情 在婚姻中 很多女人 即便是发现了 知己老公出轨 可是一想到孩子 就心软了 选择一次又一次地 原谅男人 可结果呢 男人会以为 无论他做出什么 出国的事情 你都会原谅他 所以他才会一次 又一次地犯错 这种无底线的心软 是女人最大的弱点 这样的女人 也会在男人眼里 越来越不值钱 3.想太多 想太多的女人 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无论别人说什么 他总会觉得 自自己的过错 总喜欢多愁善感 对很多事情都很敏感 这种草木皆兵的性格 不仅让自己很累 也让身边的人 感觉很累 娶了这种 容易想太多的女人 会让男人 也觉得特别累 男人在外面 不能有一点 异常的举动 一旦被女人看到 女人就会觉得 男人变心了 等男人回到家 就会接受 女人一遍又一遍地审问 就算男人 在外没有什么事 到最后 也变成了有事了 希望正在看文章的你 不要成为 这三种苦情的女人 学会自爱 不抱怨 才能成为 最散散发光的 幸福女人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